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首先我们先看上面 我说这个Operator 跟这个BetaFunction呢 两个是Dot的情况 那你先让你看一下 我说Gradient 然后Dot一个BetaFunction OK 那基本上面 它Dot它 先都不要管物理意义好了 很简单的 它是一个算符 这个Beta呢 它作用的 一定是作用在这后面的东西的身上 那我现在作用在一个Beta的身上 我们看到的 这个算符 你就把它写出来 然后Dot OK VX I方向 VY Z Component 然后Z Component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出来是什么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这个Dot 这个Dot它 有没有值 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Dot起来 RongRongX 现在作用在VX上面 Dot 然后呢 I.J 有没有值 没有 I.J 有没有值 没有 OK 再来 J.J.J.J 有没有值 J.J 有没有值 有了 OK 那值是等于多少 值是不是这个作用在它上面 所以RongRongY VY OK 再来 再看它 一样的 哦 还有一个 J.J.J 有没有值 也没值 对不对 再来 K.I 没有 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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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很简单 就是我们 以后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就直接 写成这样 那 我们平常 这是完全 很单纯的 一个数学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东西是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看 我说 VX 是 这个Vector 在I方向上面的component 也就是说 在X轴上面 这个投影的分量 对不对 投影的分量呢 这个投影的分量呢 它X 沿着X方向 的变化量是多少 你把这个Vector 一个Vector 投影到X方向上面 然后 这个Vector呢 它在X方向 随着X变化的时候 这一个component的变化量 OK 这是第一项 那 我们把 好吧 这等高线上 画好了 那我们说 在X方向上面 那 这个 这个值呢 已经投影到X方向上面 沿着X方向的改变的时候 它的变化量是多少 再来 再来看 这一项 是你把它 投影到 Y轴方向上面 然后呢 这个向量投影到 Y轴方向上面 沿着Y轴方向 改变的时候 的变化量是多少 那 这个向量 投影到G轴上面 的改变 那 沿着G轴的 变化量是多少 所以你现在 你想想看 假许 假许我们就把它单纯化 假设 这个向量 只有很单纯的 它只有I component 那 只有I component的时候呢 你把它投影到 X轴上面的时候 沿着X轴上面的 变化量 我把它直接画在 X轴上面 OK 那这个向量 它沿着X轴 也许 在改变 所以在X轴的 变化的时候呢 它在改变 那沿着X轴 变化的时候 这个向量的改变 OK 如果这个向量 都 这一向 是等于0的时候 那所代表的意思 是什么 就是 沿着X轴上面 这个向量啊 从来都不会改变 它的 大小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如果你 你只有X轴方向 那你都不会改变 它的大小 在X轴上面 就是很uniform啦 OK 好 再来 我们把这个向量 再加上Y轴方向 那再加上Y轴方向的时候 你现在沿着X轴方向是很uniform的时候 代表这个向量在X轴上面 是非常均匀的在走 但是在Y轴上面呢 我就不知道啦 如果我再看这个向量 在Y轴上面 在Y轴上面 原来是这样子 到了这里以后 它变大了 再来 在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所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向量在X轴上面的分量 是均匀的 在Y轴方向的分量是什么 在改变的 那这样子意思是什么 这个向量是 越来越发散出去了 对不对 越来越大 如果我们说 越来越大的话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它是 在X上面 它还是均匀的 但是在Y越来越大 换句话说 你X轴方向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说 这个向量 也许在这一点 是这个大小 但是呢 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呢 X方向的component 有没有改变 没改变 但是到Y轴方向的component 已经变了 你就变成这样 还没有很漂亮 我把它画了 更明显一点 那你再加起来 OK 所以你看到了 这个向量 沿着这个方向出去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 基本上面 你再把Z轴方向的 再放进来 你可以把Z轴的方向 再放进来 所以我们说 这整个的物理意义 就是说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这整个向量在空间里面 发散的程度 如果 在Y轴上面也是零的话 那这向量会不会发散 它就很均匀的啊 OK 对不对 但是因为它已经 这一刻不是零的 它就会散掉 向量它本身就散掉 所以 我们基本上面 我们看到 你现在 这个算出来的 是在算什么呢 在算 一个 向量 是不是有 刷散出去 刷散出去 所以 过着你有兴趣的那一点 我们主要的就是在算 在某一个点上面 你这个向量 刷散的一个程度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 它等于零的意思就是说 向量根本不会发散 OK 那换句话说 假设一个向量 你们都知道 电场 那一个点电荷 电场 四面八方 OK 这是电场一 的情况 对这个点电荷来讲 Q 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你看到 它的divergen会不会等于零 不应该讲 对就是divergen 会不会等于零 不会嘛 因为它是什么 四面八方花散 OK 所以基本上面我们可以知道说 你如果 这个东西大于零的时候 和这个东西小于零的时候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当它大于零的意思的话就是 你这个向量四面八方花散 就散掉 那 当它小于零的时候 就是什么 向量是往里面走的 OK 因为 你随着x的变化的时候 你这些加起来是小于零的 所以 我们说 它 很大的情况之下 它好像是有一个sauce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 它有一个源头 就像水龙头一样 你打开 它四面八方 这个花色出来 就过得是你那个 那个什么 水管一样 你打开碎 从这个龙头四面八方出来 但是 如果小于零的时候 就很像什么 你那个洗脸盆啊 的水 从那个 那个漏水口 外面一直往里面流的情况 所以 它好像是一个 OK 它好像是一个 那个 洗脸盆的水 一样的 一个 吸引的地方 OK 先生 不要睡觉了 好吧 我们先休息 十分钟好了 好的 我们首先我们已经 已经学到了这个divergent的情况了 那我们说 基本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散度 它发散的程度 那所谓发散程度呢 你不要把它看成整个空间 因为因为整个空间每一点的性质可能不一样 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要看这个向量在你有兴趣的这一点 或者你有问题的这一点 你有兴趣或者问题想要讨论的那一点 它发散的程度 OK 恐怕 对同一个向量 某一点上面 它是 这个divergent是大于零 有另外一个点 可能它divergent就是小于零的 所以这个